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少 这个视频咱们来学习一丝多意中的内 先来看一段李白的故事 李白乃圣堂才子 内怀幽国之计 初入京 又皆纳之 勿言一世之内 后进内为师 误入内境 得罪高丽氏 自此仕途受阻 这个故事中有多个内字 下面少卷就来一一分析 从甲骨文来看 内的上面是胸 表示洞穴 下面是入 表示进入洞穴 说文解词说 内入也 自外而入也 这是内最早的意思 不过后来人们造了一个新字 那用来表示进入 我们就把它视为通甲现象 所以内有两个读音 一个是那 一个是内 也就是那通那 是进入里面的意思 而当那通那时 就可以引申出使进入 让进 放进的意思 例如鸿门宴里就有一句 物那诸侯 这里的那就通那 表示放进的意思 句子是说 不要让诸侯进来 那让进来就是接纳收容 这是对人来说的 如果是对物 就是交纳 我们可以根据已经灵活分析 看左边第二行 出入京 有接纳之 这个那就通那 是接纳的意思 句子是说 李白刚来到京城 朋友们都接纳了他 讲完了那通那的意思 接下来再来讲讲 咱们最常见的读音 内 首先 由进入里面的本意 可以引申出名词以里面 左边第三行 物言一事之内 这里的内 就是里面的意思 是说 李白和他的好基友们 在室内面对面的交谈 里面这个意思 用到国家层面 就是指国内 朝廷内 比如 过期论中有一句 内立法度 这里的内 就是朝廷内的意思 句子是说 朝廷内部 定立法令制度 刚才说到了 内有里面的意思 那在人的心里面 其实就是内心了 例如成语 色力内忍 这里的内 就是内心 意思是说 外表强硬 而内心怯懦 再看左边第一行 李白乃圣唐才子 内怀忧国之计 这里的内 也是内心 意思是说 李白是圣唐时期的才子 内心怀有忧国之计 那如果是一个家的里面 就指的是 家内部的内室 卧房 左边第五行 误入内境 得罪高丽氏 这里的内 就是内室的意思 句子是说 李白误入了内室 得罪了高丽氏 嗯 在传说中 李白还让高丽氏 给自己脱鞋 这两人的恩恩怨怨 真是够纠结的 说到这 社群还想到了 古代男子 对妻子的一种称呼 由于妻间 一般是在内室 操持家务 所以男子 常称呼自己老婆为贱内 嗯 不计放到现在 是会被家暴的 好了 咱们继续看内 前面提到了 内有内室的意思 皇帝住的地方 肯定是深宫大院 所以内 又引申为皇宫 尊称为大内 看左边第四行 后进内为师 这里的内 就是大内的意思 指的就是 李白后来进入皇宫写事 嗯 到此 内就讲完了 下面又到了复习的时间 内的本意是进入洞穴 这个意义后来写作那 通那时 由本意引申出 使进入 让进 放进的意思 对人来说 就是接纳收容 对物来说 就是交纳 接着介绍了 咱们最熟悉的读音 内 由进入里面的本意 可以引申出里面的名词意 用到国家层面 就是国内 朝廷内 如果是人心里面 就是内心 一个家的里面 就指内室 卧房 在内室忙碌的老婆 被古代男人称为贱内 由内室这个意思 又引申出皇宫 大内 好 关于内的那些事 就告一段落 下个视频里 要出现的是内 咱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